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好欢迎收看全球派对 我是南家楼 我是杨永明 我们在注意但是 我们不太了解他的脉络 就是南北韩的情势呢 在南北韩的签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什么东西 二十五周年的这一刻 也是呢川金会两周年的这一刻 整个的朝鲜的气氛呢 似乎突然间的又翻脸了 那个翻脸的理由呢 是因为两个所谓的脱北者的团体 他们在在这38度线呢 放空飘气球放船单 那你的船单上不会有有有好话了 这必然的好吧 但是通常每一次有空飘气球的时候 你在现场看到的是呢 美国的那就是呢 朝鲜的呃北韩的边界士兵呢 会吵着那个气球呢 会开枪 会呢会去打 会去攻击那些气球 第二个就是说 事后呢 朝鲜也一定会有一些呢 抗议跟反应 可是这是特别的激烈 因为最近感觉上本来呢 南北韩之间除了防疫之外 应该也没有什么大事 可是呢 朝鲜的态度突然急转直下 那不止呢 对于呢 对韩国呢 白脸色 韩国呢 赶快呢 摆低姿态说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可以做做怎么样的处理 可以呢 对对这些呢 所谓的脱北者的团体 我们会采取的这个劝劝劝离呢 跟着管制的方式 但是朝鲜的态度并没有软软化 为什么 现在啊 你看 嗯 川津会两周年 是的 也就在6月12号 在2018年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见面 在新加坡 其实那个时候还达成了一个不错的协议 也就是说其实是往这个非核化的目标 飞核方向 对的 隔了一年 在去年的2月 在核内呢 举行第二次的会谈 不成功 然后呢 隔了几个月 在去年的6月30号呢 在就是板门店 嗯 这个亲自 川普还跨过这个南北韩的这个板门店的界线 那这是三次 其实也没有真正的成效 因为川普还是要求北韩要先这个就是说摧毁核武 那北韩到国来要求川普要先解除经济制裁 彼此都没有这个互信 这种相互没有信任 现在是一直南北韩之间 以及美国跟北韩之间最大的问题 那北韩一直不断就是说用这种战争边缘 或者是说用这种就是这个狼来了的的方式 那战争边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不接受我 我跟你全面开战 是的 你看这次金与正 就是金正恩的包妹 金正恩的包妹 亲妹妹开始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分工 不过他倒是第一次讲了这么狠的话 第一个代表什么东西他进入到权力核心 是的 他有发言权了 对他可以做国家政策的发言 第二个呢他跟他哥哥做一个分工啊 他哥哥是去谈跟美国的 大的核武的 他是去谈跟南韩的 尤其是南韩他不满的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几个就是那些脱北团体的这些散发的这个传单或者是说宣传品里面甚至有把金正恩的太太叫李学祖李学祖的一些假造的不雅的照片 这么恶励所以为什么金语政才会做一个这叫小姑吗对不对小姑他就会很生气的等于是代表的这个家族你对我们北韩的领导的家族领导人的这个太太做了这样子的哦这种污辱 因此他就非常强势的说一切的关系斩断 然后呢不惜就是军队要准备准备当然就是可能动武了那文在寅南韩政府这边当然就很紧张因为这个都不是南韩政府在做的事实上都是脱北团体在做脱北团体做到这样子那也很下流啊如果说做做做这种合成照片啦等等这种带着色情跟人身攻击的暗示这种的宣传就很下流这个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被在南韩的这方面这个报道里面显现出来的 我想这个大概我们觉得说他跟他哥哥之间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合作关系甚至有一个分工的关系那但是现在很确认就是说北韩事实上已经是个事实核武国家已经是个事实核武国家你看从六方会谈到这个川经会最后都没有办法阻止北韩连续六次的核指示报最后一次是在川普上来的第一年的2017年的9月而且事实上是非常成功的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短程中程长程到洲际飞弹的试色你看这是陆陆续是在金正恩的时期这就是短程中程长程橘色的是这个就是核指示报最后的川普的这一段时间就最后你看一连串 但是呢在跟必须要讲好在跟川普第一次会面之后其实北韩就不做核指示报也没有做这个洲际飞弹的试色可是短程跟中程的大概是因为还是会有一两次这样的作为所以我是觉得会不会这又是一个讯息 他可能接下来要再继续的针对长城或者是洲际飞弹啊你说核指示报的第七次我是觉得那个字已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往往北韩的作为就是让你觉得不思议没有错好但这个是南北韩的情绪我们继续观察就金与正的角色出来了这个在过过去我们知道金与正但金与正的过去一直在旁边的扮演一个安静的参与者的角色对这个是过去金与正 但金与正这次朝鲜的官媒是以金与正的名义用非常强而且是传统的朝鲜的带有攻击跟谩骂跟威吓语气的口吻在对国际发声这个是朝鲜的新政治也是南北韩的新事态好这些呢这这几个议题其实呢未来大概对于国际政治来讲尤其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呢国际刑事法庭承受到美国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件事情他关乎到有没有一个 超国家的国际政治的就说呢这个justice国际正义可以去追求的还是呢所有超国家的国际正义他仍然要服务于强权政治这个会有非常重要的差别我觉得这个答案清楚